接著到partd 就叫大家去in由2π至2π的xgxdx 首先我們會看到一樣東西 就是現在其實我們這個partc 這個剛剛計完的東西一定會用 我們就看到和現在這個 似乎就差了一些東西 就是有些樣子衰 其實這一題我覺得你可以有兩個想法 假設你看得到的話 其實我們partd來說 你如果看到gx 是一個even function的話 其實你會做得快一點 你可以首先porn out這件事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如果考慮g-x 其實它叫做cos2次-xcos2-x 但我們有一個property 就是cos負θ其實是cosθ 所以這個位置 它就等於cos2次-xcos2-x 就是gx 所以它是一個even function 知道它是even function又怎樣? 如果gx是even function的話 那麼xgx 其實它是一個even function 對 我們會考慮 我們會考慮 負x 負pi到2pi sorry 其實我們可以考慮 由負pi到pi xgxdx 再加 再加 2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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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gxdx 2pi xgxdx 所以我們今天的階段 所以我們今天的階段 你看到是pi和2pi 你看到是否兩個都多了一個pi 所以我們這位的時候 你可以在旁邊 你不如拿回u 或者你拿回u 就叫做x-pi 那我們會有du是等於dx 當我們x是pi的時候 你會有u是0 當我們x是2pi的時候 你會有u是pi 所以其實它會等於是 由0到pi 那我們會有u加pi 跟著呢 就會有g括弧 x現在叫做u加pi 跟著就du 這個位置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把它轉回x 你可以把它轉回x 所以你會有由0到pi x加pi g括弧x加pi dx 這個位置 其實你覺得最難的位置應該是這個位置 就是g括弧x加pi 這個位置我們可以做回一件事 就是 又是啦 照抄回這個功能 我們會有gx 其實就叫做cos2次xcos2x 所以你今天變成x加pi的話 其實它就會是cos2次x加pi 就是cos2x加pi dx來的 那我們會看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由於它是pi加xr 所以其實它就不會動的 就是它不會變成sine 所以這個位置你可以照抄回cos2次x 因為正負的關係 你都在那個 你都在那個 二次那裡抵消了 後面這個位置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是2pi加2x 2pi加2x 如果你畫回cast 因為2pi360度 所以其實它也是從2x出來的 所以其實它還是正數 所以你就照抄回cos2xdx 那這個是什麼來的 這個呢 或者是gx 所以你看到 原來這綠色不間住的 等於gx的時候 我們再分解開去 你會有由0到pi x gx dx 你會看到前面那塊 其實就是我們part c計過的 pi2次除8 後面那塊 OK 那也是 那個part b的powerfuls 好像看過它 所以你可以代回是 pi2次除8 再加pi乘2 pi除4 所以答案就是 pi2次除8 再加pi2次除4 你應該算是3pi2次除8 那你就成功做到我們part d